教育课题方面,2020年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今天放榜 741名考生考获4.0的总平均积分 比2019年的802人略为逊色 同时,全科及格人数也减少了1655人 的综合,空众的徠聚異国 平均积分 大马考试理事会成员 拿都华西拉扎里 今早在线上汇报会 公布STPM成绩时表明 在741名全A考生当中 有23人考获5A 另外有718人考获4A 相比起2019年的802人全A成绩 本届全科特优人数下降7.61% 整体平均积分考获4.0的人数减少了 但是整体分数从前年的2.77分 增加到2020年的2.78分